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芒向正向》 《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今节我们讲讲一位 这几年都算是在香港乐坛 有些人觉得他不是香港人 他不是香港人是什么人呢?我真的不明白了 在香港乐坛也算是挺有成绩的一个 也不是少女,原来已经30岁了 就是这个 刚才我都说了,邓子琪 邓子琪突然之间在他的社交媒体说 再见了,各位 那我看看 有些人说他将会消失 那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消失呢? 消失是为了什么呢? 原来他就是这么说的 最新的社交媒体 他就说 这个活动就是我闭关前的最后一个公开活动 原来从昨天开始 他就正式进入全闭关状态 好好生活 好好感悟 好好准备 不过 下一次当他回来的时候 就会带着新专辑 再见了 各位 这样也好些 他没有讲话多久的时间 我想他是 做新专辑 我认为他是兼作歌 你看到邓子琪的Facebook和杜汶泽比 那些人是正常很多的 当然了 叫他加油好好休息 不像杜汶泽那样 什么警什么全家呢? 那些粉丝 我看到有个人说 加油呀 真正的香港人冲出亚洲 是的 他在大马都有演唱会 有没有记错 那些粉丝挺好迈的 还和我认识合作 所以 他算是真的冲出亚洲 而且他还和Jason Maras 这些国际一层的歌手 这些是国际了吧 你没有 有没有国际人士跟他一起吗? 好像没有 应该没有了 这也是好事的 因为Jam 也有一个 称号是国际Jam 是的 以及是宇宙Jam 因为他是可以搭火箭的 记得吗? 事实上 Jam 在 没多久之前 发了一篇签字文 他感慨自己 2019年之前 离开 前公司 当时很糟糕的 记得吗? 当时有说到打官司 又说不知赔多少钱 记得吗? 当时很多人都担心 他一旦 和这家旧公司打官司 说他以后都不能回来 因为赔很多钱 或者是其他东西 判施前身 对 状态其实一直都不太好 不断被迫 要面对现实 继续向前 曾经 他说一到在夜晚 是爆哭的 直到 去年用了几个月时间 写日记 慢慢找回自己 这次的闭关 或者叫暂时别离 可能 不知道多久 他没有说多久 他没有说多久 不过 很多粉丝都叫他加油 好好休息 等你回来 亦有人说 加油 等你华丽回归 更加人说 期待你的新专辑 另外一位 这一两年都算OK的 就是歌手张云荆 其实我最初以为他是内地歌手 原来不是 他是台湾人 他也留言说 苏丽的抄子 乌迪仙专辑 即是 坐着等待你的 超级无敌 新专辑 这些就是正常 你想想 杜汶泽那些是芒果佬 莫秋生 好吧 始终这个是否叫级数呢 大话说 都差几远 你什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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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姜也在那份签字文上说 如果我认真回想 确实有一段时间 我连自己曾经喜欢 和最有自信的舞台上 都是找不到平安的 耐心长期是波涛汹汹的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就要检视自己 重新调整 新的一年 补大鸡 因为我觉得自己这几个月 要开始新的生活 如果这么说 他起码闭关几个月 应该是要几个月 也要祝他好运 祝他好运 张云京 其实他是女歌手 看上去也挺中性打扮 不错 他用中性打扮出道 对 张云京其实也算可以的 张云京 内地也有很多粉丝 而且他曾经凭着演唱 《武俠情爱》的这出大戏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仙剑奇俠转三》里的插曲 偏外 令到内地很多人认识他 老实说 我都 我都以为他是内地的歌手 张云京也说 内地的朋友 真的挺热情的 甚至比台湾地区更加热情 不出奇 当然 这些就是声声相识 是吧 杜汶泽也说 我也是 是声声相识的 同芒果佬 同芒果佬 行开啦 同芒果佬 行开啦 菠萝鸡 是的 菠萝鸡就是他的 最大特点 JAM当然了 为什么叫JAM 就是 Get Everybody Moving JAM就是这个简写 也没什么特别 他本名叫做 邓思荣 其实我认识几个香港人都用这个名字 哈哈哈哈 可能比较容易记得 好听 不经不觉 JAM也是90后 91年 上海出生 所以有些人说 你不是真香港人 他很小过来 是的 我不明白 你经常说 其实是否真香港人 是否你定义 他想贬低 那些网友 想贬低 别人说 你不是新移民 对 没错 其实 他也挺厉害的 他是七夕情人之出生 他父亲是香港人 母亲是上海人 他还有一个小四岁的妹妹 他同年在上海度过 2001年很不幸地 他外婆就离开了 之后就和父母一起移民了去香港 他在音乐世家成长 他母亲就毕业于华 这家在内地也挺厉害的 上海音乐学院声乐艺 舅舅是小提琴的演奏家 外祖母是声乐教师 外祖父是乐团Z风的演奏家 所以在家人的分图之下 邓紫棋 Jem从小研过音乐 五岁就尝试作曲填词 13岁已经完成了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联合委员会 钢琴 检订考试的八级 13岁 因为 暗短其他学校篮球队的队长 而创作碎尾人 这首歌也将 Jem的事业 叫做一部份 因为他将这首歌收录在他首章的迷你专辑 首章的迷你专辑 叫做Jem 就是GEM 当然了 为什么那些皇友这么恨他呢? 因为他参加了内地很多的综艺节目 有什么好恨? 真的不明白 有关他们什么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 也是Jem 在大中华地区 真是达到了 我是歌手 2013年12月下旬 邓紫琦 就确认参加 湖南卫视的 我是歌手第2季 这个节目邀请已出到的歌手 当然了 他 就是这首 泡沫 这首是厉害的 真是厉害的 就是2014年 1月3日第1期节目 播出后 邓紫琦就以个人作品 《艾千上泡沫》 是不是这首? 是厉害的 一夜成名 我最记得 很多人都为他喝彩时 哎呀 那时的歌手 还想再说 这些就是不懂唱歌 就是叫 是高音 不是叫 是的 我又想问一问 就是 那么 有没有 香港众有没有 其他人像他那样 唱到这些 那么厉害的歌 我很简单 问一问 哈哈 对吧 哈哈 你要看到 就是 其实呢 我想 可能生果的记者也认为他唱得好 不过 因为生果意识形态的问题 就认为他 搞叫了什么 不懂 不懂唱歌 不懂唱歌 以前Jason Maras 也找他做 表演嘉宾 我想问 这些世界顶级的 真是顶级了吧 拿过Grammy 对呀 格林美大奖 对呀 对呀 懂不懂 香港有多少个呢 对吧 真是不知道 其实Jason Maras 在2012年 已经跟邓紫棋一起唱这首 Lucky 好听呀 Lucky好听 西班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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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西班牙瓦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这首很多婚宴 那段时间 红了之后很多婚宴 用来 进行曲的很棒 Lucky Lucky 我又想说一下 Gram是歌手 我们是同比 Gram可以找到这些 这么殿堂级的 Jason Maras Jason Maras 找他做表演嘉宾 请问有没有 荷里活巨星 请杜汶集 拍一部电影 做个佩国仔 又没了 没了 没了 不知是酸吗 亦因为他更加酸 对了 另外 Gram呢 第3期的歌就很厉害了 我经常听 你把我棍子 这首厉害呀 厉害呀 虽然是翻唱 但也非常之好听 他唱得好听 第6期更加厉害 第6期更加厉害 就是我们的广东歌 很出彩 这首歌我告诉你 当年 2014年的时候 很多不懂广东话的人 当然很多人都会懂这首歌 是吗 喜欢你 超越国界 太厉害了 应该不是国界 是超越语言 因为都是中国 超越语言 有很多不懂中文的 听到都觉得很好听 不懂广东话的人都觉得很好听 所以你看到 这个 是厉害的 真是不知道 杜汶泽有过什么呢 大家同样的事业 他就是歌唱的事业 你就是 演艺事业 有没有 荷里活或者 奥斯卡金像奖的得奖者 或者大牌 电影人 请过你拍一部 台湾电影 不是台湾电影 是一部电影 台湾也好像没有 台湾电影也不请你 对呀 真的呀 你说得对呀 哎呀 所以你的酸泥也没用 是吗 对呀 没用 詹姶泽也希望他 可以 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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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就是 休息好 养好身体 因为他之前的压力也很大 又有些情伤 大家记得 对呀 还有 詹姶泽唱的那首《春天夜》也不错 都挺厉害的 这些 都不是容易唱的 他声底很厚 所以对他来说 没什么难度 对我们这些真的不行 没错 所以你看到 现在他 老实说现在香港乐坛 詹姶泽也算是OK的 是的 同一同辈 有谁 老实说我不认识很多 我只认识他 90年代初出生 他在91年 真是不太冷 真的不太冷 因为其他 S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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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不在世道 是的 所以 希望他 养好身子 开开心心 闭关 有更好的作品出来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